今天这个太阳真的太毒了吧 大家好 我是彤彤彤 外面太阳真的太大了 好热呀今天 因为最近呢 我这段时间说实话 情绪啊 状态啊 心情啊 各方面都特别的不好 然后一直都很想 请几天假 然后出去旅游几天 算在心 然后一直都没有时间 但是昨天我决定我一定要出去 因为这样的状态非常不利于 利于我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昨天我就看地图 我就决定要去一个地方 我今天就先卖一个馆子 然后我在五分钟之后 就订下了机票 可是订完机票发现 我的身份证不在了 所以今天冒着那么大太阳 还要去派出所 补办那个临时身份证 大家是不是觉得 就是一个人出去旅游非常的傻 非常的蠢 但是我偏偏还蛮喜欢一个人出去旅游的 像去年是跑的地方最多的 跑了很多很多地方 但几乎也都是自己一个人去的 所以我觉得还好啦 而主要这次散心嘛 一个人的话是最好的 天哪我要热死了中暑了 给大家避个雷哈 我找错地方了 大家要去办临时身份证呢 要去那个草市街那边的那个办证大厅 我跑到了那个派出所 那个公安局那边去了 不能够办 历尽万难我终于走到了 天哪走了好久啊 我现在因为手拿着伞和拿着一瓶水被热包 没有办法擦这个汗 汗都流出来了 终于进来了 凉快好多 我已经去办完了 然后现在在等那个出证 十分钟左右就可以拿到了 很方便 好了我终于拿到身份证了 这个的话是没有急的 只是一个可以证明身份的一个东西 当然了坐飞机是需要的 我现在办完出来了 看看外面这个大天气 好可怕 今天已经热的把我的衣服全部试完 头发汗那个汗都把纸巾给弄湿透了 真的太热了 然后我现在又要回家了回家了回家赶紧 回去吹空调 最后我问大家 如果让你们一个人出去旅游 你们愿意吗